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个应该是新年的第一条Vlog 我们来到了环球影城 来玩一玩 今天的任务就是玩一玩 稍微捣扯了一下 长得帅帅的 很开心的一条Vlog 就这样吧 去玩了 要帮忙吗 什么 没错 我们可以系列它们 我回家了 我都已经穿好一身了 来玩这个过山车 好的 出发 Go 这个怎么这么慢 太爽了 哎呀 好快啊 结束得好快 这个怎么这么慢 看看 发型有没有乱 变成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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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晕啊 有点晕 现在呢 我要玩的是火种猿争夺站 坐在这个变形金刚里面 哎哟 门关了 看一下 出发了 这个好玩这个叫火种猿争夺站 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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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4D的效果猿争夺站 特别刺激 我现在来到了环球影城 他们说最恐怖的项目 霸天虎获山车 就是这个啦 待会我这个设备不能带上去 坐下来什么体验我再给大家说 我玩两遍 玩下来头挺轻的 然后我们坐第一排是最后一排 第一排比较刺激 然后最后一排就比较晃 好的 今天差不多也玩完了 然后快五点 然后他们说今天因为下雨 有个简单版的花车 看完这个简单版的花车 这条浮沫就结束了 我就觉得那个多种猿争夺站 最好玩一点 然后才能第一 剩下的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 四季也挺好玩的 八连虎观看还不错 我觉得适合小朋友的 就那个熊猫人那个馆 小朋友 兴趣不得适合 小朋友 兴趣不得适合 小朋友 兴趣不得适合 小朋友 Move it Move it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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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